作業行者 我們現在能做得那麼好 不要認為理所當然 但對你來講理所當然 因為你有這個條件 你有這個條件所以你可以做得很穩 尤其年紀大了 即使學佛的 年紀大了還可以把腿盤上來的 其實也不多 那一樣的 越學佛越頭背 所以你現在能夠抬頭挺胸 也是你有條件 你可以把手擠得高高的 多有條件 這次我們去那幾個都擠不到的 手都夾不到耳朵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起來沒什麼 有修就是不一樣 有修就是不一樣 人家在那方面成就我們讚嘆他們 但是我們的成就他也不得不讚嘆 只有我們做得到他們做不到 所以也沒有必要他們做得到我們也要去做 甚至還可以講做到那又怎麼樣 有錢又怎麼樣 你幾億又怎麼樣 你也不吃比我那麼大 吃分吃素都是吃飽 那一樣的 我可以什麼菜上來我都把它吃得乾乾淨淨 不管它什麼味道 那他們可能就好的吃光光 不好的就連夾也不夾 那意思也就是你的福報其實很多 就被你的福報損掉了 像上次那個人波車講的 出家人一套衣服走遍天下 都不用考慮穿什麼顏色 穿什麼樣式 因為就只有那個顏色那個樣式 你選擇也不用選擇 在這方面你完全不用傷腦筋 人家因為你不用傷腦筋 人家也不用為你傷腦筋 你就只能穿這種顏色 他不會幫你選出來 你穿另外一個什麼顏色 不會 所以我剛剛講過了 有智慧是把複雜 給簡化 如果智慧剛好相反 把本來很單純弄得很複雜 請問你單純不單純 你複雜不複雜 你單純就代表你有智慧 你複雜就代表你沒智慧 這個開始你就會越來越單純了 就越來越有智慧了 以前放不下的看不破的 現在都很容易就看不破放下 所以要解脫 絕對是能夠影響你的 能夠綁住你的 越來越少 但是有些人想解脫 只有越修把自己綁得越緊 而且能綁你的東西越來越多 完蛋了 怎麼會修行修成那個樣子 如果修行修成那個樣子 還以為自己修對了 那真的是很麻煩 頂倒的不得了 所以我們心裡面有 不管是我直 我直就 我講的就是 我想的就對 那我直 那法子呢 我相信的就對 別人說什麼 我相信他那就是對 不對 通通不對 因為我也不可立法 也不可立 有這麼好執著的 這樣就開始 自己也升綁 別人也升綁 你一大多規矩 你會拿這個規矩要求別人 別人會接受你規矩的要求 這乖的 那乖的 他本來可以解脫 結果你訂規矩給他 他就被那個規矩綁了 他又不曉得解開 所以有時候乖的人一樣 他沒有大煩惱 但是小煩惱不斷 在煩惱裡面以為自己沒煩惱 我反正當乖民當順民就好 那個乖民順民不是解脫者 解脫者也不必然是乖民順民 解脫是依法不依人 意思也就是說 解脫者他是依真與順順延起的 絕對沒有什麼規矩 沒有什麼可以不可以 沒有這些東西 有可以不可以就神經分裂了 已經開始在搞輪迴搞對議 解脫者絕對沒有輪迴沒有對議 有對立有輪迴就不解脫 所以這裡面要自己好好去體會 好好去體會 你若有可以不可以 請問這時候的你是什麼東西 你是二分你是相對的 你是有為法 你是輪迴法 你是分別法 你是煩惱法 你是痛苦法 你是分別法 你是煩惱法 你是痛苦法 這樣子 那樣子 有什麼對不對 孔雀羽毛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花 藍花長成那個樣子 有什麼對不對 對 為什麼有對不對 奇怪了 你要孔雀羽毛長成 藍花長成跟孔雀一樣嗎 可以 但是要有那個條件 像我們如果去看藍展 什麼 那個藍花的品種 之後越來越多 越來越精彩 那個都是靠緣起 你加進去什麼東西 變成結枝啊 什麼一樣的 母豬是原始的 接著通通是新的 一顆蘋果裡面 有一兩百種的品種 相安無事啊 統一而根啊 所以會說的呢 多一點都不複雜 法有如是 你該是什麼就是什麼 不是要統一 你如果不加其他的因素 當然就統一了 因為它因緣單純 你如果加進來 接枝啊 什麼弄進來以後 它就 又變成它的東西了 養分是一樣的 到這邊的基因不一樣 它長出來的 蘋果的顏色 樣子就不一樣 就這個樣子 所以 我們有深深的了解 緣起法 是既精彩 又沒有執著 你要精彩就不能執著 執著就精彩不了 所以我們最大的敵人 真的是我指我欠 就是我們的執著 你所有痛苦都是從你執著來 不相信嗎 當你痛苦的時候 馬上當下反照一下 你就找到答案 我很生氣 回來看 我為什麼生氣 你當下就解決了 所以生氣你都沒有理由 有理由不會生氣 有理由不會生氣 只有沒有理由才生氣 你只好用生氣 表達你的不懂道理 你只要生氣就代表你不懂道理 你應該要技窮了 你沒有辦法了 只好用生氣 你如果還有智慧 你會曉得不能生氣 因為一生氣就沒有辦法 多想想辦法 因為那個能量 多想想辦法 可能會讓你想到辦法 那個想生氣那個能量 就轉化了 轉煩惱成菩提 所以 這個哪邊來 空明來 空讓你有空間發揮 明運讓你曉得怎麼發揮 隨時都回到空明來探討 人事物 慢慢的 因為有空故 所以解脫無礙 因為明故 所以了然於心 人跟人也是一樣 因為沒有空間 沒有迴旋的空間 所以兩個就鬥起來 互相碰撞了 那因為兩個碰撞了 兩個都受傷了 兩個受傷 兩個能量都損了 所以那個明也長不起來 你要看東西 趕快保持一點點距離吧 所以 我們為什麼會執著 沒有空間呢 就黏上去 所以 這樣慢慢可以解開我們的思想 解開我們人事物的關係 人跟人的相處 保持一點空間 多一點點關懷 多一點點了解觀察 才能夠真正的可以相安無事 甚至可以互補 我強的補你的弱者 你強的補我的弱者 一個人不完美 兩個人變成完美 我的弱處剛好你的強處 你的強處剛好我的弱處 我們找不到弱處 因為碰到弱處我就交給你 碰到強處我就代替你 夫妻永遠棒得不得了 如果說用你的毛去攻他的盾 兩個都很硬 看誰尖 兩敗俱傷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知見 一種理解 沒有完美的人 沒有完美的人 沒有完美的事 那我們怎麼樣子 隨緣 隨緣就好 不要完美 隨緣是真完美 不增不減 你勉強就增減 增減就沒有隨緣 所以這裡面呢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事 大家不隨緣 如果大家都隨緣 一定沒事 譬如說風在吹 旗在飄 旗在飄 旗敢會不會跟著他動 該動的就動 不該動的就不動 不是風在吹我就得跟你動 我不動就不動 這個就隨緣嘛 我這個不需要動的 你吹吹你的吧 我輕輕的你吹我就跟著你飄吧 就這樣很美啊 所以 所有東西 我們如果真正能隨緣 你會發覺這個世界太精彩了 因為都在演實相的假相 你既看到那種假相 也看到那種實相 你如果不隨緣的話 你把假相當真相 真相就不見了 你把指頭當月亮 月亮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你就認識不到月亮 因為你已經把手指頭當月亮 所以 把假的當真 那真的就不能呈現 所以 錯誤的之間要不得 所有佛法都是慢慢引導 讓我們的知見能夠正確 所以我們學佛 如果能夠第一步 先看到自己 知見的不正確 是學佛的第一步 成功的地方 看到我非 看到我自己是錯的 是修改自己 修養自己的第一步 因為你沒有把這個不對的看到拿不掉 它就躲在你裡面 讓你看到以後呢 出現你看到 它快出現你也會看到 那慢慢的 它就起不了作用 那裡面沒有不好的東西 才能夠讓那好的東西 有機會顯現出來 我們常常有很 我們可以這樣每一個人都很有智慧 但是為什麼常常會犯錯 就是你的智慧常會被你的錯誤的之間誤導 那如果沒有這個錯誤之間 我對多少就算多少 沒有很大的功德至少不會有過失吧 那我們呢 剛好相反的 其實你有很大的功德 當然你常常也有很大的過失 而這個功德變成過失 不要是大過失 才能夠破壞那個大功德 常常大功德就被小過失 就破壞掉了 一個很好的很漂亮的水 很乾淨的水 你只要一滴墨下去一點點而已 它整個就壞掉了 所以莫以惡小惡為之 惡惡的小惡 造惡的小種 這個小種可能會起大惡 為什麼 在一個很棒的東西 這個小小的瑕疵 它的能見度 會變得很大 越有功德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很多 本來名氣啊什麼都很好 只有一個新聞報導 一報導出來以後 它整個垮了 以前的這些粉絲 一下都變成敵人 以前再看它都不得了 現在每一個罵它 就是你不要那麼有名氣 就不會那麼多人罵你 其實你也是小瑕疵啊 你犯的錯也是 就跟上次哪一個說 那個 成龍啊 他犯的所有的男人都會犯的錯 是小錯沒錯 是小錯沒錯 但是你是一名人 大家都放大 放大來看你 所以我們有時候 被批得一文不值的時候 也不要太氣餒 該氣餒的時候 我為什麼名氣這麼大 為什麼別人都在乎我這個過世 那這個當然不是自我解鈔 而是真的我們把自己放大 你要就要學會縮小 學會縮小小我還是我 徹底的縮小就無我 所以一樣的 成功也不會讓我們迷失 那個錯過也不會讓我們 就是整個都毀掉 你只要丟掉那個我指我見 誰也毀不了你 這是另外一層學佛的好處 可以超越這些價值觀 因為所有價值都是依我而立 好啊不好啊什麼什麼 有價值沒價值啊 社會有貢獻沒貢獻 對那個都是一個共業的認知 共識 這共識一樣是顛倒 還是要回到本來清淨 所以一樣的 我要講這個其實是我們的一生裡面也是一樣 慢慢的從可塑性很高 可塑性很高 那個存存量很大 因為所有東西丟進來都沒有問題 我們小時候學東西都很快 什麼東西進來就會馬上變成你的 然後到慢慢的吸收力越來越差了 慢慢飽了 慢慢遞減了 像我們現在可能就越來 想要想什麼 我現在有時候講話講到一半 尤其要記冥想的時候 跳不出來 所以現在我只能胡說 要我去記哪一段什麼的 好像都記不起來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 之前都對喔 所以我小時候是這樣上來 好像喇叭很大 好像吸收很多 然後慢慢地地減慢慢地減慢慢地減 這麻現在 美國當下來講有高低吧 那從整個儲存來講 雖然現在慢慢地 增加 總體還是在增加 你一年到這個地方 你就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會有問題 然後回顧來看 我陌生要深信因果 所作業不亡 所以到這邊其實你應該要放 它也本來就很慢 放慢速度 然後往回觀照 往回觀照不是在思過去思未來 而是照見 照見 照見跟想 這有點難說 我還是提供一下 照見過去跟想過去 是兩回事 我相信我們慢慢也可以體會 你在想過去的時候 是一點一滴這樣累積來 照見的時候是瞬間整個顯現 一個是心的遇持 一個是心的慢慢再把它組合 不太一樣 一個時空是 就是一下子的 一個是慢慢慢慢慢慢 越弄越清楚 所以這兩個東西還是不一樣 但是如果沒有那些慢慢累積的 不會一下子清楚 如果它不具象 你看不清楚 所以修止觀 也可以慢慢的會發覺 我們憑我們的意識的 你會發覺 感覺它越來越沒有用 你就慢慢的 不去用你的意識 在那邊想 關就關 比如說一樣啊 你就直接看 跟在那邊想半天 看比較快吧 我們做夢為什麼會一直 夢不完 它就一點一點都沒有突破 一直在那邊繞圈子 尤其是如果睡之不好 晚上你如果睡覺知識不好 你做的夢會跳不出去 逃不出去了 不管要找路也找不到要逃也逃不掉 一直在那邊重複相同的路徑 如果看到希望 好像一走過去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們這時候 我們身體裡面循環出了一些狀況 身體的狀況 循環出狀況 造成你的夢境裡面不斷的重複 同樣的心裡的不斷的重複 會造成你身體的障礙 所以有智慧的人 第一個身體會很健康 一個有智慧的 他身體會很健康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 這個很有智慧 他身體好像很差 那是你的看法有問題 一方面是你認為他很有智慧有問題 二方面你把他的身體看得很差 是你的看法有問題 我想 就好像錢一樣 身體有沒有問題夠用就好 跟錢一樣 錢夠用就好 多出來那只是虛張聲勢 看起來精彩 其實沒有用 好看而已沒有什麼用 身體也是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去做 要去觀想內在 其實是慢慢要讓你的身體裡面 它是通脹的 如果能這樣子 OK的 我還是拿我當比喻 我也沒有健身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天天去運動 但是我發覺 只要做個幾十分鐘 好好的觀修 調一下呼吸 其實一天的運動應該夠了 就是他那個動態 造成那個動態的那個能量夠了 所以真的學佛的人 是不是還是要去跟一般人那樣子的運動 那樣子的健康啊 做那些 我覺得不必要 這一支香 是理佛 那理佛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拜佛的這個動作 去做內觀 內觀是什麼意思 用我們的絕躁力 去觀察呼吸 跟你身體的每一個部位的互動 透著你的絕躁力 看著你的呼吸 跟你身體的互動 然後透過動作 去解開你脈 的 太緊啊 抓得太緊啊 然後氣不通 透過這些動作 還是可以把它解開 那我剛剛講的 你如果對這些細節 每一天透過幾個大禮拜 都能夠去覺察到 都能夠 脈 調柔 氣 保順 點 進化 就這三個東西 那我們常常會把大禮拜 變成這樣算次數 一拜 兩拜 三拜 再說你幾拜 我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它最大的意義就是你拜了幾拜 我這邊拜一千拜 偉大 偉大 你拜一千拜 對你的身心有什麼變化 我就拜一千拜了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只有拜一拜 但這一拜呢 把我的默契明點 把我的專注力 絕躁力 都老老實實地運作一遍 你拜這一拜夠了 裡面有絕症境 都有啊 三個都有啊 龜契佛 龜契法 龜契身都有啊 所以一樣的 你在拜恩 不是要拜幾拜 拜就是真正的龜契 龜契就是讓你的身 與意 就保持絕症境 這樣子來拜 那當然我們 因為我比較笨 所以把簡單的變得有點複雜 但是我是覺得自己很聰明 我們身體是很複雜的 但是我用幾個簡單的動作 就把它搞定了 對一般的來講 這個大禮拜有點複雜 對整治你的身心來講 這個大禮拜已經夠簡單 而且有效 這是我還算滿自信的 因為真的 跟這些同學站在一起 會發覺 我真的比他們年輕很多 體力啊 什麼都比他們好很多 尤其精神狀況 不容易累 這個是怎麼來的 我相信還是佛法 還是因為依法諷詞 雖然不是那麼精進 但是每一天還是老老實實 做一些基本動作 就這樣夠了 所以我們的大禮拜 我稱為內觀大禮拜 也不是藏傳的那個大禮拜 更不是我們漢傳的五體投地 那這裡面當然有它的作用 那至於有沒有用呢 我常常都會這樣感覺 有沒有用呢 你說禮佛有沒有用 到我這種年歲 拜下去起來 還輕輕鬆鬆的 那就代表有用 你每一天還能夠這樣拜 就代表你的身心都還沒有問題 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哪一天你身心有大問題 雖然這個動作不那麼難 但是對你來講就是要命 有一些人來參加 因為大禮拜拜拜不來不敢 那為什麼 他這就條件 條件已經慢慢不具足 但是事實上呢 大禮拜也不具足 我們還有修移軌啊 你移軌你沒有辦法完全修 也還有更簡單的 哪一天啊 所以修移軌不來 簡單到什麼程度 簡單到就只關你的心的空明 夠啊 但是要關心的空明 你不如這樣一分 一寸一寸這樣慢慢的洗刷 慢慢的進化 你要關空明也沒有條件 所以 这其实是一整套 那一整套呢 我们要勋修 要不断地修 刚开始可能会觉得 好像使不上力 或者有一段时间觉得 哇 金刚缠缠滚了 有些人就问我 他这次做怎么样怎么样 听一听都对对对 好 都只是一种缘起吧 没有什么好不好对不对 这是我的观念 我们肯定有很多取舍 有什么好 什么不好 在我现在感觉 在我现在认知 没有什么好不好 你的好不好都是缘起 你不是真好 也不是真不好 你这就做得很愉快 不是你真的修行功夫也很好 我一做就入定 不是哦 这是你身心刚好 在一种好的条件 所以呈显你这种 很好的觉受 就这样而已啊 但是它是无常的 它是无常的 所以 保持觉知那是一个常啊 觉知到什么东西 那是无常 别人觉知又要去抓一个常啊 记住啊 很多东西本来修得不错 就因为达不到它要了 它放弃了 糟糕 没错了 没错了 你得到觉知不断地做对的事 它慢慢就呈显给你 对的觉受 对的境界 就这个样子 你对的条件还不够 怎么可能又对的境界来呈显给你嘛 那求求不来吧 但是你一有那个求累心就有得失吧 把甚至最可惜的是快要到关口了 快要呈显那个你期待的结果了 结果你还没有到那个之前 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放弃了 我们很容易哦 这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那时候是最难的哦 为什么 那时候更进一步 那时候粉身碎骨 粉什么身碎什么骨 把所有的求 把所有的我 都给丢掉了 那个对的就是五手球 五手球就没境界吗 没有 五手球都是 它干涉什么境界 就是什么境界 不是我要什么境界 我们在那边静坐 当然你观修本尊 有时候 好像心死而上利 也很专注 OK 那也是在累积那种功夫吧 那有时候好像完全死不上利 甚至有时候懈怠了 甚至还起负命的想法 甚至还想打瞌睡 OK 不要太在意 因为这时候你的身心需要休息 你的身心需要休息 你又让他休息一下 又何妨 但是我这样不是纵容 大家一静坐就要打瞌睡 那个就是纵容 他不是真需要 但是呢 你每一次都像他习惯那个样子 他就变成真需要了 晚上睡不着觉 一静坐就睡觉 因为静坐睡觉睡够了 所以晚上又睡不着觉 这种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该醒醒不了 该睡睡不着 这就麻烦了 那你若保持绝躁 这时候我在静坐 我顿一下就好 因为顿是不对的 失去绝躁才会打顿 对不对 赶快再强化你的绝躁 做深呼吸 深呼吸 提起你的精神 然后再 他当然还是会再放松 慢慢 但是你常常训练他 常常训练他 慢慢的就越来越有力 不要不训练他 我看很多人 习惯打喝睡的 没有几分钟 只要坐下去 随时只要让他静坐都在打喝睡 没有静坐的时候精神都很好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随时做内观 内观你必须从这小细节 当然有些人很喜欢 觉得大礼拜动态好像没有那么近 我们说 我们说 子跟观 空跟明 这两个重点就在 你要明了 就必须具足能量 所以喜欢静的人 明不了 喜欢打坐的人 智慧不会太高 我这样绝对不是在说什么 而是在提醒 因为男是能量显现的 空是不照做的 所以我们喜欢静坐就不照做 不照做 很容易落空亡 落空亡的时候就落断灭 断灭空 所以能动还是要动 那个动中禅 跟静坐禅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你都要去体会 不要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因为喜欢这个就变成说 你有这个习气 适合这样子 但是我们修行就是要突破习气 不能随顺习气 你不能拒绝习气 不能武力习气 但是你不能随顺它 不能被它掌控 你还是要能够脱开它 所以喜欢静的人就要多动 喜欢动的人就要多静 因为你就少那一块 就少那一块 所以尤其静如果静到昏尘 静到无忌 那真的是要空过生命 静务必还是要保持 那个基本的觉知 因为慢慢的我们 没有养成保持基本的觉知 那个基本觉知没有了 就开始打瞌睡 所以喜欢静坐的人 所以喜欢静坐的人 很喜欢打瞌睡 这是我五十几年观察下来的 喜欢定的人 特别会打瞌睡 所以我们说哪一个人静坐做得很好 你没怀疑 没怀疑 这做得很好 大部分你只要多看他几眼 也就是观察他时间长一点点 你就发觉 他习惯打瞌睡 因为我其实见过很多 包括有一个也是世界级的大师 其实他也讲得很好 方法也都懂 也都教得很好 但是我在他身上 好像发觉他没有受用 因为讲完课 讲完课以后可能太放生了 讲完课大家在静坐 他就跟着打瞌睡 你们静坐我打瞌睡 讲的时候当然像我 讲不会打瞌睡 但是静坐会不会打瞌睡 我出会累了 因为有时候还是休息不够 还是会累 静坐还是会打一下瞌睡 但是几个就补回来了 但是有些人是一直打瞌睡 一直打瞌睡 好像要提起神来很勉强 后来打瞌睡 突然让他 发觉他好像有提一下神 但是他几分钟又打瞌睡 这个就是一种观性 一种习惯 习惯 明空要双运 止观要双运 我们观不足的 观不足就要多动 止不足的就要多定 多动就是常做很稳定的动作 多动就是去做一些观想 或者外面的动作 像坐瑜伽 什么这些都属于 提升能量的一种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新的人有多少 举一下手 OK OK 那我们下课以后 就由我们的志工 熟力带几个内户 帮你们吃饭一下大礼拜 好 我们回想 在念这三个字的时候 感觉一下 然后熟的时候 那个震动 就从你这个地方 一直往上 整个虚空都在震动 阿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出去一切都没有障碍 轰的时候一切都震动 轰 把一切都负明亮 把他震动 把他震掉 所以这三个音 其实是一个宇宙里面 很神秘的三个声音 猫猫三个音 你说是做好一件事情 你就轰 轰 就做一个完结 把这些 做这件事 如果有什么功德 我如果做得很好 供养 释放诸佛 我如果做得还不错 回向法界众生 我如果做得还不错 希望以后更好 或将坏的条件 通通去除 混乎一下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 不断的善性的 不仅仅善性的循环 是一个随时都准备 融在法界里面的一种 运作 用声音 用意念 来相容 好 那 我们下课了 好 好